只要是六根对六层产生六四 那全部都叫做邪见 所以这一个观念 我们凡尘的人师都不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样是邪见 那佛有解说 说我们六根对六层产生六四 那都是因缘忌讳 它会时时刻刻变化 那我们的心不是那个样子 不是时时刻刻会变化 时时刻刻会变化的是望心 那我们那个望心产生出来的见解 当然就叫邪见 所以我们心中的邪见 怀恼彼此这些 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产生 可是我们都不承认 不认识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都以为是正确 所以认为是正确